大家好这里是杜华说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可以帮忙订阅哦 那这一场球我们分析的是 克罗地亚对阵巴西 这两个球队的风格完全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欧洲的球队 一个是美洲的球队 特别是巴西 他是那个 比较奔放的那种风格 就好像是我们上一场 看他在对阵韩国的时候 每一个进球 他们都会围成一团 然后来庆祝 然后跳舞 就跟他的性格有关系 他球队风格 跟他这个民族性格有关系 另外呢巴西呢 在这一届是特别强的 他有很多的特别好的球员 包括这个替补习上的也是特别厉害 因为巴西是没有弱的球员的 因为他整个民族都是 踢球很厉害的嘛 这个大家应该 耳熟能详对吧 说到巴西队的话 一般我们都 会倾向于他 去 对阵任何的球队 都会倾向于他是不是能赢 基本上都是 大概率的会觉得他能赢 是这样子 但是 对阵克罗地亚的话呢 我们要 来研究一下 其实他不一定赢得那么容易 好吧 那么 克罗地亚这一边他是欧洲的欧洲的球队 他也是打打法呢 跟欧洲的很多的 球队风格的其实有一点点接近 有很多的 比如说是一些我们 经常提到的一些欧洲球队 因为他毕竟是是欧洲国家里面的球队嘛 然后比如说是 他的控床 还有他的那个联防 然后他进攻的方式都跟欧洲其他球队有一点像 但是 巴西这一边的话呢 他 他啊就是直接的进攻型为主的 防守也很厉害 因为他很多的球员也是在欧洲 各大联赛 然后 也是主力 对吧 受到了欧洲联赛的影响 他们也有联防 在联防基础上呢 他又有 多方位的这个 呃前锋 能够突围的前锋 因为现在整个 足球里面啊足球的这个 世界杯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联赛也好 其实很难有 呃 某个球员能够说突破 然后过人 然后直接杀进去 像以前 以前的那些 老球星一样 对吧 就比如说是 姆巴佩 啊 西罗 梅西 那嘛 这这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能够自己带球 冲冲杀出去的 但在巴西里面其实还蛮多的 而且 巴西的风格呢 他 其实有一点不可控的因素 因为他是 比较 比较 比较奔放嘛 刚才说过 他不可控就是说 他 他不一定说会跟着 呃 自己想的 方法去做的 有 有时候他他做的方法他自己都没想 他这个民族是这样子 他 踢的时候呢 可能动不动了就有一个花式的动作 然后过人 啊 就比如说上一场 对战韩国的那个 啊 李沙利松 他在禁区前呢 就 投球垫了三下 然后呢 再到脚下 再传给他的队友 自己在跑位进去 啊 那个禁区 然后呢 队友在传给他 补射进门 就特别花哨 我们看起来也很 激动 所以呢 那这一场球 我们分析的话就是 一个典型的 奔放型进攻型的队伍 对阵一个 防守型 然后呢 在小分当中去争取的队伍的一个 一个一个看点 那么 这种 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要分析的是 这一场球的节奏 是跟着哪个球队打的 如果是跟着巴西的球队节奏打的话呢 他可以打的 比分很大 对吧 比分比如说超过三个球 啊 就巴西自己进入超过三个球 但是如果是跟着克罗地亚的节奏打的时候呢 他是他他就比分很小 因为我们可以去了解克罗地亚的这个 对阵比分 他都是很小的比分的 比如说是上几场比赛 或者是说呃 其他的比赛也一样 他都是进一个球两个球 要么就是一比零二比零 或者二比一 偶尔特别特殊的时候他才会进三个球 甚至零比零的也蛮多的 所以 克罗地亚更希望做到就是说 他是不是能够 牵制住巴西的这些进攻球员之间的配合 然后以及他的突破 然后把时间耗耗掉 最终 是能够控制在小球的范围里面呢 然后克罗地亚这一边再去 通过一些一些争取 看能不能进分 进分的话他可能 很小的球赢 这是这是克罗地亚最想的 要么就是打平 进入点球大赛 这是克罗地亚的战术 那么巴西这边的战术就是 他明知道克罗地亚要这样做 他如何 通过他们的自己的前锋呢 去撕开他的防线 然后因为巴西呢 他是不是说像法国那样子 一直通过姆巴佩在左边 左边路的这个防线冲破之后 再给中间的配合 巴西是 左中右都有 而且层次也特别多 所以克罗地亚防起来是特别难的 这一场球 其实特别好看应该 然后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他的他如果是说 被巴西控制起来的节奏的话呢 这场球就是大球 如果是被克罗地亚控制起来的节奏的话 就是小球 但是我倾向于小球为主 因为克罗地亚他很会牵制别人 很会牵制别人 然后 巴西的赢面比较大一些 巴西赢面比较大 若是 胜负的话呢 基本上可以倾向于巴西是赢的为主 只是说 克罗地亚希望打到平那样子吧 好吧 那么我们 推一个比分的建议 就是 1比1平 还有呢 2比0 0比2 克罗地亚0 巴西2 还有呢 1比2 克罗地亚1 巴西2 这样子 因为 我觉得是不容易出大球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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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感谢观看